代表的是个什么 领导当官的管事的 还有代表着整个一个性格 是什么呀 官杀也是比较自律性强的 也是比较脾气 也是很有个性的 也是很有个性的 夫妻宫落了时商的话 他是什么 克制官杀的 代表配偶不是领导 没有这方面领导力 没有一个领导的这方面的一个才能 财财代表了什么 收入比较高 夫妻宫如果落了笔节呢 代表配偶收入不稳定 节财嘛 对吧 就像六瑶讲的 就兄弟持世莫求财 讲的就是笔 笔节 代表收入不稳定 对财有影响 食神代表了喜欢玩 口才好 对吧 他是一个福神 夫妻宫落了印销的话 印销是刻什么的 诶 刻笔的 代表着口才不好 代表着口才不好 但是这个儒雅 文化比较高 然后也要结合着看啊 他如果是八字当中的火 又多的话 那么就代表又有文化 口才又好 对吧 火就是沿沿向上的 你肯定早晚有一天要说出来的 就是哪怕他小的时候不愿意说 他长大也会说出来的 他必须要把这个火外散的啊 火 上官代表着什么 上进心 夫妻宫如果落了印销 啊 代表着上进心不强 啊 代表着上进心不强 印销是什么 是刻食伤的 对吧 代表着上进心不强 也代表着一种口才啊 上官也主持的是口舌啊 也主持的是口舌是非啊 笔尖代表着什么 朋友多 夫妻宫如果落了官杀的话 就代表朋友不多啊 不好娇好威啊 不喜欢跟朋友出去玩这些 那么也代表了什么 也代表了不愿意跟人合作 懂吧 也代表着不能跟人合作求财 懂不懂 所以说这些大家主要是要明白一个字 整个的时辰的每一个字的就一个含义啊 每一个字的含义 劫财代表了滑头 咱们之前讲过劫财 一个性格啊 收入不稳定 夫妻宫落了官杀的话 代表性格严肃啊 性格严肃 那么 整个这一上面 他都有一个深刻的问题 还有一个啊 这个这个本身的这个一个代表啊 本身的一个代表 所以说大家熟悉了之前的课程啊 熟悉了之前的课程 熟悉了之前的课程的情况之下啊 那么我们就对这些代表啊 可以说拿上了就可以说一个大概啊 因为你对他有了解 印象什么代表学历高 你夫妻宫落了这个 你直接看这个时辰是什么样的啊 时辰是什么样的呢 你就知道时辰相关的这个信息是什么 就大概就可以给他说出来了啊 这样就说出来的就比较准了啊 就很准了 所以说前面的课程 一定一定要这个把这些基础打好啊 把这些基础打好 到后面就是这些基础是如何运用的 这些工具啊 时辰是如何运用的 是组合到哪里 就是怎么用的 所以说前面的课程 这个这个没有太这个印象太深 没有太去用心的 需要大家去这个稍微用一点信啊 需要大家稍微用点信 然后后面 讲到哪一块 就比如说现在讲到这儿 一讲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对吧 所以说要夯实基础啊 夯实基础 不要那个那个图快图省事 糊弄过去就拉倒啊 五行代表了什么 五行深刻映出来配偶的信息 木代表着什么 刚才说哎木 尤其是假木对吧 哎假木参天脱胎要火 对吧 假木木就代表了身高 夫妻宫如果落了金 那么我们就知道了金是刻木的啊 代表着什么 身材不高 金又代表了皮肤白 夫妻宫如果落了火 那么代表皮肤不白 土代表了身材结实啊 个矮 这就是之前的一个代表哈 那么他的生刻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夫妻宫落了木 代表个子就高 因为木刻土 懂吧 火代表了容易上火 夫妻宫落了水 代表不容易上火啊 代表不容易上火 这一这这这一块的整个的 这个这个这个信息啊 这个火 火 火煮的是什么 哎 火煮的是礼啊 如果受克制的话 也代表着什么 这个礼规范不是那么太好啊 说话可能跟长辈啊 可能出去跟领导啊 不太重视啊 然后呢 火代表的是炎炎向上 积极向上的 对吧 所以说夫妻宫落了水 直接磕的是火 那么整个他们的外在的性格啊 外在的性格就会比较偏向孤僻一些啊 在外就不是说所谓的火到哪 哎 到哪都可以照亮他人到哪都有意思哈 大家都会身边都有很多朋友围绕着转啊 他会把这些代表的性的东西压制下去 懂吧 所以说你每一个字 他都代表着什么含义 你要清楚 然后呢 通过声克 你就知道 他代表着这些含义就会被压制 他就出现了什么反向的一个情况 也出现了反义词啊 这个些的根就在这啊 所以说大家不要广背这些表象啊 有些我可能讲的 有几块地方可能比较啰嗦一些 但是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根是什么 大家知道了本身的这个字的含义什么才知道生克 一下就明白了就这么简单 你要背这些东西对吧 像其他有这个课程讲的像我之前学的都是 你干背下来你到得得到几年之后啊 你有的时候突然才能感觉原来是通的 对吧 水代表的是什么 机灵也代表着志向 代表着这个智慧 对吧 也代表的是肾 如果夫妻公落了土 那么直接就把水这个机灵劲给克制没了 啊 那么代表着就比较憨厚一些了啊 头脑不够赚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志向 对吧 另外呢 这个看配偶的性格也要考虑 男人母亲的性格 女人父亲的性格啊 因为男人是以自己母亲为参照选老婆的啊 女人是以自己父亲参照来选老公的啊 这种情况啊 都有80%啊 我跟你讲 有的说不是不是 其实 其实我跟你讲 在从小到大的一个成长啊 如果从小他这个像这些留守儿童啊 像这种情况啊 这个小时候 这个在爷爷奶奶家长大老婆老婆家长大的话 他就没有这种情况啊 他是这种生活上习惯的一种影响啊 尤其是跟家庭关系越好的啊 越好的跟父母关系越好的啊 就会有这种情况的出现啊 这种情况的出现 八字呢 看未来配偶比自己年龄大还是年龄小啊 在这里这个能看的细节啊 能想的细节 我都会给大家去讲啊 大家都到时候可以灵活的运用一下啊 商官代表的是什么 外向才华和才系的发挥 发挥对吧 哎 性格是外向的上进心强啊 也足口舌嘛 对吧 多才多艺 往往不受世俗的理法约束 常常违反伦理 不接受掌门的批评 我行我素啊 这就是商官嘛 比较自大啊 因此一般来说商官旺的人 特别喜欢接近年龄差距大的 一般来说啊 这种情况的另一半年龄都要比自己大啊 都要比自己大 或者是在外面啊 这种商官在外面找小三的话 哎 要么就是就是极端反向 要比自己年龄小很多 啊 要比自己年龄小很多 我身边就有一个明显的商官代表 就是这种情况啊 就是这种情况 呃 尤其他这个整个的政裁还不忘了啊 代表着对媳妇不好啊 完了偏财一大堆啊 就是这种情况啊 食神虽然没有商官那种叛逆 但也不喜欢受约束 食神福神 吃喝玩乐之神 自由自在啊 但凡是这种 还有火的这种啊 火旺的这种 都不喜欢被约束 对吧 可以说不论男女 都不喜欢官杀的克制 都不喜欢官杀的这种克制啊 会比较喜欢选择年龄差距大的人来相处 他跟商官啊 他跟商官有相似之处 有这个相似之处 那么偏财呢 偏财的个性是慷慨而圆滑 风流多情 特别是男命啊 特别是男人 偏财啊 偏财旺的 容易接触外面的女性 这些年啊 包二奶这个和婚外情 很多啊 都是偏财旺 而且透和的人 天干又透 晚了又和 对吧 因此偏财旺 其配偶年龄 一般比自己小很多岁啊 这种要结合着看啊 这是单一啊 这是单一来看 大家刚开始练的时候 就按这种单一来练啊 慢慢在结合的情况来看 比如说偏财也有 商官也有 失神也有 对吧 哪个力量比较大 一些呢 对吧 哪个成立呀 对不对 要看了啊 要看整体组合的力量 到最后 那刚开始 大家就可以单看啊 来练习 七煞代表了什么 权威和冒险 有魄力啊 七煞也有魄力 其实你说魄力 七煞有一方面 就是不考虑后果啊 七煞之气一旦起来 他是不考虑后果的 对吧 但也有 刚愎自用的一面啊 那么在女命七煞为夫行 女命的七煞为夫行的时候 也就是正观不上 就以七煞当正观来看的时候 适合找年长的丈夫 用兄长般的爱护弟妹的感情啊 使感情上更充实 否则 在你的生涯当中 在感情方面 难免多有纷争或波折 正因为七煞有冒险 并且有独断专行的一面 反传统啊 不拘泥于这个传统这些东西啊 因此 配偶和年龄都会有较大的差距啊 都会有较大的差距 那么偏硬呢 代表着什么 学士才华啊 你别看他不是正硬啊 他也代表着学习才华 对吧 虽然 时辰有偏硬的人 思想有点奇怪啊 挑选配偶优点与众不同 不过偏硬是克什么的 是克时商的 所以 配偶的年龄啊 和你之间的差距是比较小的啊 一般相差个两三岁啊 一般相差两三岁 就是相差不大啊 这种就是正常了啊 那么劫财代表的是对外的感情经常隐瞒自己的真实面目啊 你就会发现 哎 这怎么结婚之前出的相的时候 这人表现在这么好啊 然后呢 结婚之后突然之间就真实面目 像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啊 谁想到他这结婚之后是这样的 这也是常见的一种啊 这种就是劫财的局的一种表现啊 一种相的表现 自我本性的潜在是一种复杂的性格啊 男命婚后对妻子不够体贴啊 对外面的女人却很慷慨啊 他喜欢新鲜的感啊 劫财劫财 劫过来财了 他就已经感觉第一项任务完成了啊 他占的这个 所以说他见着财 他就会劫 见着财就会劫 懂吧 哎 他所以说他对外外面的女人在外面会有这些暧昧之事啊 会有这些啊 会有这些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为外面女人花钱啊 很大方对吧 因此寻找配偶的年龄不宜太小啊 但也不宜太大 两三岁啊 两三岁 正印代表着什么 信誉和学问 虽然温文尔雅啊 确实容易养成依赖的心理 有懒惰的习惯 凡事不愿意动手啊 因此印兴旺的人寻找配偶年龄差距较小 甚至难命配偶有比自己年龄大的啊 比自己年龄大的一个倾向啊 然后我们来看正观啊 正观代表着地位名望 对吧 约束礼 做事什么 一板一眼 一个兔嘛 一个丁啊 正观呢 正观讲为成熟啊 和配偶的年龄差距不会很大啊 而往往会有比自己配偶大的倾向啊 会有自己配偶大的一个倾向啊 正才重视信友勤劳节俭 安寿本分 因此你和配偶的年龄差距会很小啊 同岁或者大一岁啊 同岁或者大一岁 所以说你看啊 每一个啊 每一个还有一个啊 还有一个我再跟你们说啊 比肩代表着对内的感情啊 友谊 对吧 这是比肩啊 性格是什么 光明 不过六亲缘分薄 男女都不宜早婚 配偶年龄 差距也不会很大 一般在一两岁啊 一般在一两岁 所以说大家来看啊 每一个咱们之前都讲过他的代表啊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 咱们那个表 对吧 哎有详细的这个详细的一个解释 还有详细的一个代表 所以说他都是从本身的一个代表的一个性格啊 一个本身代表着事物去推理的啊 去推理的 你看政才政才重视信用啊 但是政才呢 就比较勤奸持家啊 比较安寿本分的这种政才吧 对吧 他代表的是一个长期持续的一种坚持力啊 所以说 他和的这个年龄差距比较小啊 同岁或者是一岁啊 同岁或者是一岁 他不喜欢上下波动太大的 他安寿本分啊 他要找一个跟自己差不多的啊 跟自己的性格呀 啊 跟自己的价值观呢 都是同等的哎 因为他守的就是自我啊 守的就是自我啊 所以说 他要找一个跟自己类似的啊 跟自己差距不要太大的 那么你看咱咱们看一个差距啊 很多就像哈 所以我们就能找到 那么保护不了较高 这么多的 你 去冰箱的一样